小猪说当时自己正躺在床上 一个江苏的电话打过来 电话那头自称是中油消费金融的客服人员 说是要帮他注销之前开通的账户 他就是说我大学的时候有注销 有注册他们的平台 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 就是把这个学生带账户要注销掉 那你有注册过他们平台吗 我不太记得了 因为也有毕业 我是毕业三年差不多了 小猪说当时对方提供了自己的姓名 身份证号以及学校的名字 并且这些信息都能对得上 自己就相信了 之后加了QQ 对方一步步的教他如何操作 小猪提供了和对方的聊天记录 对方自称是回访专员 给小猪发了一份中油消费金融学生账户 注销流程的图片 然后发了一张图片 那个流程好像有点复杂 然后他说可以跟我开共享屏幕 直到我操作完 然后让我打开支付宝搜索 那个中油消费金融的那个公用号 然后再让我在上面认证贷款 然后带了三万块钱 转到我自己的银行卡 然后再转给他所提供的那个银行卡账户 之后在对方的引导下 小猪又从支付宝 微博微信等几个平台 共计贷款近17万 转给了对方所谓的第三方监管账户 可根据小猪提供的转账截图来看 这个所谓的第三方监管账户 其实就是一些个人账户 你不相当于贷款吗 这个贷款跟你这个 他之前所谓的这个注销账户 有什么关系呢 小猪一时回答不上来 他说当时自己并没有产生怀疑 等对方删除了自己的QQ好友之后 才意识到被骗了 之后小猪报了警 记者从宁波延州区福明派出所了解到 目前已经立案侦查 优宝恒建 继续报道